听别人的故事,学自己的道理,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人。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老公把怀孕白月光接回家,骗我是远房表妹,让我辞职伺候,我假装不知将计就计,孩子出生后,他全家都傻眼了。 老公和他高中的白月光旧情复燃,干柴烈火,一发不可收拾。 老公把怀孕的方薇介绍给我,说这是他远房表姐,还告诉我他家中遭逢变故,方薇要在我们家暂时住下,哪有把怀孕的女人接到自己家里住下的道理。 可我老公还真就做出了这种荒唐事,我如梦初醒般,我的家庭破碎了。 在老公的表姐怀孕的期间,我需要忍受着他们之间眉目传情,暗颂秋波。 好几次我都感觉自己已经无法忍受,快要疯掉了。 可我还是硬撑了下来,不得不说,我还挺佩服自己的。 我痛苦地熬到了老公表姐临产的日子。 产房外,我看着老公紧锁眉头,来回踱步,一派焦急的模样,心里觉得讽刺而可笑。 上天啊,你为何不降下报应,让这对母子双双地死在手术台上? 如果我的愿望真的在此刻实现了,做这场手术的医生肯定不会好过吧? 医院和我老公肯定都不会放过这个老实本分的医生。 我脑海里闪现出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 等待剖腹产的这几个小时,犹如经历了几个世纪那般漫长。 直到我的思绪被手术室里暗下的灯拉了回来。 医生走了出来,陆云急急迎上,想要抓住医生的手。 我拦下了他,故意用不解的眼神看着他。 老公,你怎么这么激动? 陆云也终于发现自己的情绪有些过了。 他先是善笑着对我说,可,第一次见证孩子出生,难免有点失态。 陆云压抑着内心的激动,转头询问医生。 医生,母子平安吗? 医生眼镜后的目光有些疲惫。 他上下打亮了陆云几眼,又看了看我, 我确信他肯定听见我喊的那声老公了。 医生有些迟疑地开口。 你们是产妇、家属。 我带着客套的校上前,对,产妇是我们表姐, 生产过程还顺利吗? 医生如是重负般看向我, 他心里大概也有很多劲爆的猜测吧。 但他的职业素养让他保持了礼貌, 微笑着向我报喜,手术很顺利,是个男孩,孩子也很健康。 再让产妇休息一段时间,就可以转移到普通病房了。 我客气地跟医生道谢,然后歪头看陆云,老公。 陆云正眼巴巴地看着产房里,像一只伸长脖子的家禽。 还真是一刻也不愿意多等呢。 我养起一个天真的笑,我们去病房等着看孩子吧。 陆云猛地回神,尴尬地笑,哈哈,好啊,我正想说呢。 看他目光犹疑,手脚慌乱的样子,十分地滑稽。 作为被害者的,我都差点忍不住将自己的笑意表达在脸上。 方薇的生产事宜一直是陆云在为他奔走安排。 我踏进那个VIP单人病房的时候,心里也不禁被眼前整洁大方的病房吸引眼球。 不知道孩子刚生下来有多重,听说都很小呢。 陆云脸上也扬起笑,刚出生的孩子都很小,可能才巴掌大。 他脸上洋溢着幸福,就像是等待亲自抱孩子的新手父亲,拘谨而欢欣。 我唇角笑意加深,是啊,孩子那么小,也不知道电视剧里都是怎么看出来,孩子像父亲还是母亲的。 陆云再次僵住,跟我打哈哈,电视剧嘛,都是演的,当然得夸张一点。 小婴儿都没长开,怎么可能看得出像谁? 我弯了弯眼,没再继续为难他,准备好好计划一下接下来要做的事,也避免陆云起疑心。 我和老公是名校金融系的,但真正认识陆云还是在大学的篮球赛。 那时的他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朝气,笑得像个纯情男孩。 所以他追我时,我很快就同意了。 大学相恋三年,毕业后,结婚至今,我们已经一起走过了六个年头。 陆云你怎么有信心认为,我会看不穿你的粗糙伪装? 当你为了高中的白月光,背叛家庭,或许就已经做好了和我撕破脸皮的准备了吧。 也好,我也安排了当瑜伽教练的闺蜜帮忙打听你高中白月光的光荣事迹。 估计老公你知道了以后,也会很感兴趣吧。 等待的过程中,我假装无聊玩手机,将闺蜜发来的详细信息浏览了一遍。 方薇是陆云高中的斑花,总是被人捧着,平时为人比较傲气, 但陆云成绩好,所以方薇也愿意分给他一点温柔。 高三那年,陆云甚至得到了趁虚而入的机会,方薇的富二代男友劈腿了。 不过高考过后,方薇只能去大专,也许是异地实在不方便, 也许是又遇到了更好的人,陆云就被甩了。 方薇上学期间怀过几次胎, 但豪门根本不会让他成功上位。 对于豪门望族来说,方薇这样除了青春貌美, 什么都没有的女孩子,完完就算了,结婚是不可能的。 高中同学把这件事当乐子看, 只有陆云,像个纯爱战神, 巴巴地帮助被甩以后无家可归的方薇。 我垂下眼眸,脸上的杀气几乎要凝成实质。 自己怎么以前就没发现这个男人这么掉价呢? 可我这老公的注意力却根本没在我这里, 我的变化他也无从知晓。 因为是顺产,方薇很快从产房转移到普通产房。 我看着他缩在病床上,一副柔弱无助的模样, 感慨真是会哭的孩子有糖吃。 住在我家时,他也总是等待被拯救。 不会调热水,不会套被子, 不会打扫卫生,不会杀鸡仔鱼。 原来陆云你喜欢的这种手无腹鸡之力的巨婴吗? 我坐在床边,故作关切地问, 表姐,生孩子疼吗? 方薇惨然一笑,有些苦涩地开口,疼,真疼。 但是一想到是为了爱人生下这个孩子, 我就觉得那点疼不算什么了。 我眼角忍不住抽了抽, 还真是会抓住一切机会勾动男人的心。 果不其然,陆云心疼地上前, 给方薇递了一杯热水, 低声温柔道,辛苦了。 方薇眼中迎着泪水, 满含深情地看了陆云一眼, 才接过水小口小口地戳饮着。 当着我的面就敢打暗号, 怕不是已经将离婚协议书准备好了。 几个小时之后, 孩子也被护士从观察室里抱了出来, 静静地躺在老公的表姐躺的病床上。 我立刻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啊,刚出生的孩子真的好小啊, 孩子还没睁眼, 皱巴巴地,像个小老头。 我眼巴巴地看着方薇, 表姐,我可以抱抱这个孩子吗? 然后又故作羞涩地看着陆云, 老公,我想在我们的孩子出生前学一下, 怎么抱小宝宝。 满意地看着两个人, 脸色变得难看, 我从神情复杂的方薇手里接过孩子。 我看着怀里的孩子, 感慨生命的神奇, 那样不做人的父母, 却能孕育出这样纯洁无瑕的孩子。 真可爱啊, 陆云看我满脸柔情地看着孩子, 也想抱抱, 她的手伸了又伸, 都被我避开了。 几次之后, 陆云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晚晚, 也给我抱抱, 我也想为以后抱咱们的孩子练练手。 我往边上一站, 故意夸张地说, 你大手大脚的, 孩子刚出生骨头软, 你不小心伤到他怎么办? 陆云马上保证, 我一定小心。 让我抱抱吧。 方薇也在一边搭枪, 没事的, 孩子没那么娇贵, 让阿云抱抱吧。 方薇顶着陆云表姐的身份, 平时都是叫她阿云的。 想到自己成为他们打情骂俏的背景板, 真是让我觉得恶心。 方薇想让陆云抱孩子, 我并不奇怪, 毕竟无论孩子是不是陆云的, 她一定都想培养陆云和孩子之间的感情, 但我可不允许。 我抱着孩子朝边上退, 别别别, 我还不知道她吗? 我绕到病床另一侧, 笑着对方薇说, 表姐, 你可别惯着她。 孩子还小, 需要悉心呵护。 陆云脸上的表情都扭曲了, 又不能下病床着我抢孩子, 看方薇还想争取, 我岔开话题, 哎, 说起来孩子出生证名字定的是哪一个呀? 我还不知道呢, 陆云也顾不上和我抢孩子了, 她紧张地说, 还没开呢, 我去给办了。 说着就想往外走, 我连忙喊她, 老公, 你急什么? 表姐还没决定选哪个名字吧? 孩子出生之前, 我们就讨论过名字的问题, 当时起了很多个, 但没有敲定。 方薇表情尴尬, 她小声说, 我后来想好了, 就叫文旭, 只跟阿云说过, 忘记告诉你了。 我了然笑笑, 这样啊, 那孩子父亲姓什么, 我还不知道呢? 或者表姐想让孩子跟你姓? 方薇当初说的是, 男朋友家企业破产, 被迫逃往海外, 把怀着孩子的她留在了国内。 所以, 这孩子就算不跟着他男朋友姓, 也该跟着方薇姓。 陆云也有些不自然, 当然跟薇, 表姐姓, 那个男人那么不负责任, 这孩子跟她没关系。 我把孩子递到方薇手里, 跟上陆云, 我也去看看流程, 以后我生孩子的时候, 估计也没机会亲自办出生证明了。 陆云想劝我留下照顾方薇, 但我怎么可能放任她一个人去, 我可不想她真的把自己登记为孩子的生父。 填表的时候, 我一直微笑看着她笔下的信息, 无论她怎么试图, 直开我都不为所动。 方文旭, 父不祥。 这孩子如果知道自己出生, 就遇到这样一对父母, 不知道会不会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 回到病房后, 陆云很不开心, 而且一直到我们告辞离开, 我都没让她抱上孩子。 回去的路上, 陆云的表情黑黑的, 我假装没有发现她情绪不佳, 挽着她的手亲密地说, 老公看到表姐的孩子出生, 我也好想拥有我们完整的小家呀。 我们什么时候要个孩子呢? 天人的, 我一点也不想跟她再有牵连, 更不想给她生孩子。 我只是要再逼她一把, 让她自乱阵脚, 我才能趁虚而入。 而疑似已经晋升为父亲的陆云, 果然打断我的畅想, 你年纪还小, 生孩子太辛苦了, 我们可以再等等。 家里的房子也还在交房贷, 养孩子压力太大了。 哼, 是担心两个家庭养不过来吧。 我洋装不快反驳, 表姐也就比我大一岁吧。 我们也结婚三年了, 差不多可以要个孩子了。 陆云额脚都快冒出汗了, 她温柔地握住我的手, 深情地看着我的眼睛。 陆云用我曾经最喜欢的低雅声线说着, 我只是不希望你过得太劳累, 我想给你最好的, 等我能够给你们娘俩撑起一片天, 我们再要孩子好吗? 我忍了又忍, 才勉强压下心头泛起的恶心, 也回忆温柔地笑, 老公, 你对我真好。 好到找别人生孩子, 让我免受生育苦。 孩子出生后, 老公没有再让月子的方薇 继续住在我们家里。 有我在她眼底, 她根本不敢放心地和孩子亲热。 那接下来最可能的, 就是租下一处新的房子 给方薇落脚。 当晚陆云一个人在客厅, 抽了很久的烟, 手机屏幕明明暗暗。 我问起的时候, 陆云只说是公司 还有些业务要处理。 我没想到, 她第二天就背着我, 悄悄在远离我们家的地方 看了新房。 知道这件事 还得多亏我的老同学, 她是房产公司的会计。 我同学在整合公司财务的时候, 发现陆云以方薇的名义买了房, 觉得有异常, 才来询问我 是不是我老公和别人合伙炒房。 你老公可以啊, 这才工作几年, 就能在香榭小区买房了? 我感谢了向我透露消息的同学, 以合法配偶的身份, 到房产管理中心查到了陆云全款买房的信息。 我眯着眼计算了一下这几年陆云的工资水平, 确信她的明面收入绝对是不够全额买房的。 我们自己的房子都还在还贷款, 陆云哪来的大笔资金? 难道陆云皆私活? 还是职务侵占? 虽然出身名校, 但金融圈并不好混, 陆云也是靠着得了领导亲眼, 才能年纪轻轻, 就坐到了主管的位置。 领导愿意分她汤喝, 可不代表愿意忍受她自己捞油水。 想到这里, 我心里要加速离婚进程的想法越发重了。 毕竟如果她被揭发出来, 我岂不是也得受牵连。 我马上行动起来, 拜托了私家侦探调查陆云和方威。 闺蜜牵线, 我找到了一位对于处理夫妻财产纠纷相当在行的律师。 律师西装革履, 跟我仔细分析, 您不必担心, 您作为配偶, 完全可以起诉追回这笔用于购房的款项。 我的个人建议是, 尽早追回款项, 再起诉离婚, 争取获得最大的赔偿, 最后举报您的丈夫职务侵占问题。 律师打了多年官司, 见证了那么多分道扬镳的夫妻, 把一切都说到我心砍上了。 不过, 我也只是怀疑陆云职务侵占, 具体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 休息日, 陆云声称出门和同事聚餐, 我带着老公的电脑找到了侦探。 侦探也不是万能的, 找了专业人员, 才打开了老公的电脑。 借着这个机会, 私家侦探把相机递给了我, 相册里面有着许多露云和芳心亲热的照片。 镜头里, 他们围着孩子说说笑笑, 真像温馨的一家三口。 但那又怎么样呢? 我现在完全不在乎他的人和心在哪里。 陆云毕竟年轻, 做事没有到滴水不漏的地步, 我们很轻易地就在他电脑里发现了 还没来得及清楚的痕迹。 我将所有的材料备了份, 发送到了不同的优盘保存。 陆云啊陆云, 没想到你还是个痴情种子。 我原本以为陆云 会在某个老破小租套公寓, 没想到为了给娘俩儿最好的, 他居然敢沾手经济犯罪。 大学里教授们呕心沥血教导他专业知识, 就是让他这么用的吗? 等到陆云回来, 晚饭时我故意提起方威, 老公, 要不然我们还是把表姐给接回来吧, 我去把房间好好收拾一下。 陆云拿筷子的手一顿, 才装作若无其事地说, 表姐她出院以后不跟我们住了, 她在香榭小区有套公寓, 而且她妈也来个室了, 到时候方便照顾她。 我夸张地挖了一声, 香榭小区, 就是那个专供妇人的。 我们之前买房参观的时候, 就两万一平了, 现在好像更贵了吧, 韦韦表姐的前男友还真有钱啊。 没有一个男人会喜欢听到自己的女友和前任之间的事, 我只是想帮陆云回忆一下, 她当初是怎么被甩的。 看着陆云脸上的表情果然变得不开心, 我就开心了。 我趁热打铁, 表姐一个人带孩子这么辛苦, 那个抛妻妻子的男人真不是东西。 我们去看看表姐吧, 我也想看看香榭小区的房子呢。 陆云憋了许久, 才吐出一句拒绝,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你平时工作也累, 不能老是为表姐的事情费心。 我温和一笑, 老公, 你的表姐就是我的表姐, 这怎么算费心呢? 这是我应该做的呀。 陆云又沉默许久, 突然说, 晚晚, 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出息, 买不起香榭小区的大房子, 所以在埋怨我。 哼, 狗男人还开始套路我了, 谁说女人就一定要心疼男人的。 我不是传统温良贤淑的女人, 我只会以有德报德, 有怨抱怨。 我露出一副受伤的表情, 老公你怎么会这么想我? 表姐住进家里来以后, 你总为了她的事情奔波, 我也很心疼你呀。 我只是想和你一起看看表姐, 难道我不该这样做吗? 你们总是背着我商量事情, 孩子姓名也不跟我说。 难道我就真的是个外人, 不能知道你们表姐弟之间的交谈吗? 不就是装可怜装无辜, 再加一个扣帽子吗? 我也会。 陆云慌了, 连忙把我搂进怀里, 宽慰道, 我错了婉婉, 我错了。 是我不会说话, 我该死, 我是太在乎你了。 男人心虚的时候, 还真是喜欢说谎, 可惜, 法律承认的婚姻都管不住她, 口头誓言, 又怎么可能真的有约束力? 我用力挣开她, 即使心里觉得不是, 也是为了继续演戏。 随便你好了, 你要一个人去就一个人去吧, 我不管你。 这话不过是以退为进, 陆云也不会真的以为我是让步了, 一整晚她都陪着笑脸跟我道歉, 我才假作不计前嫌原谅了她。 第二天她不得已带着我一起, 我见到了方薇的母亲, 打理得很干净的一个中年妇女, 脸上好像总是挂着慈祥温和的笑。 看到我靠在陆云身上出现的时候, 她的表情才有了一丝裂痕。 呵,老女人肯定已经把陆云看作自己的未来女婿了吧。 走出病房的时候, 迎面而来的护士小姐看我的眼神很有深意。 我朝她笑笑, 挽着陆云的手继续往外走, 听到了几声若有肆无的叹息。 到了乡穴小区, 门卫热情地打招呼, 你们就是新来的业主吧。 陆云马上跟我解释, 表姐之前没来住过, 也不知道这里有套房。 还是前几天她, 前男友告诉她的。 门卫似有疑惑, 还想说什么, 就被陆云打断了。 我们今天还有事, 就不跟你闲聊了, 见谅。 我几乎是被陆云推着走, 我仰起脸, 你跟我解释什么? 表姐之前当然不知道啊, 不然怎么会住我们家。 陆云善笑一下, 我就是怕你误会。 我甜甜一笑, 怎么会呢? 表姐之前遇到了困难, 我们搭把手是应该的。 方母也满脸动容, 谢谢你们呢, 微微都跟我说了, 前段时间多亏了你们的照顾。 哎, 微微这孩子就是要强, 遇到事也不跟家里说, 我们做父母的, 真心疼他呀。 他这话, 一定是对着陆云这个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男人说的。 方薇被甩, 就想起陆云来了, 我可半点看不出 他到底哪里要强。 方薇垂下头, 一副脆弱又坚韧的模样, 让我差点没忍住笑。 陆云也没有辜负 这两个爱演戏的女人的期望, 她看向方薇的眼中, 都是柔情。 陆云义愤填膺地说, 都怪那个男人太狠心, 表姐这么好的人, 值得每个人真心对待。 真是个傻男人, 我其实有些怀疑 那孩子到底是不是陆云的了。 但我现在只是认同地点点头, 跟着他们走进那间一看 就是新居的公寓。 家具都是新买的, 方母一副女主人的姿态, 招呼我坐下。 我故意像没见过世面一样, 在沙发上坐, 摸摸又看看, 趁着所有人不注意, 把无线监听设备 藏在了垫子的缝隙里。 当晚我就听到了好东西。 抛开母女俩 嘲讽我傻白甜的内容, 孩子果然很有可能不是陆云的。 但我可不会在离婚前 提醒他这一点。 正在我思考 怎么提出离婚 才能保障自己的最大权益时, 陆云突然从后面抱住我。 我僵了一下, 推了推他, 别闹。 我们上次争吵以来, 已经很久没有同房了, 而方薇刚出月子, 也不太可能满足陆云。 陆云低雅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晚晚都多久了, 确实很久了, 但那可不怪我。 男人不自爱, 就像烂叶菜。 一边对旧爱难以忘怀, 疑似搞出了私生子, 一边还能对我这个糟糠之妻念念不舍。 我又推了推他, 我又推了推他, 我再想事情呢。 诶, 你说, 表姐前男友什么家庭啊? 都破产了, 还能在香榭小区保留一套房子。 我就知道, 提方薇的前男友是最有效的, 陆云深吸一口气, 翻身躺下, 闷闷地说, 可能家里有点背景吧。 我和陆云都是金融系的, 他当然知道, 再让我问下去, 可能会露出马脚。 所以他马上说道, 不说他了, 背景在强大, 也就是个抛弃弃子的渣男而已。 今天帮表姐搬家也累了, 你不想, 那就早点休息吧。 说完也不理我, 呼吸沉沉, 好像真的睡着了一样。 我偏头看他, 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 在我这总是得不到满足, 陆云当然会去找方薇发泄。 他们玩得倒挺花, 我放在沙发里的录音设备 也接收到了记录。 我只是有些好奇, 方薇和方薇同住, 他们就在客厅沙发上乱来, 难道不怕方薇撞见了尴尬? 录音里传来方薇的轻喘, 阿云我, 我不在乎什么名分, 我现在有你, 有小宝, 就够了。 陆云粗喘着回答, 微微我不会委屈你的, 你才是我最爱的女人。 方薇感动, 阿云, 你真好, 接下来又是一番激烈的动作大戏。 我整理了所有的信息, 把切实证明陆云出轨, 转移婚内财产的部分提了出来, 第二天就跟陆云提了离婚。 我成全你们。 我刻意画了一个略显憔悴的妆, 我相信这能让陆云回想起曾经的一小部分温情。 我原本只是怀疑, 才放了监听设备, 没想到你真的背叛了我。 陆云慌了, 跪在地上, 像当初他求婚的时候, 也不过是单膝跪地。 婉婉, 婉婉, 我, 我, 那都是意外, 我看他手忙脚乱急于辩解的样子, 蓄蒙已久的泪水悄然滑下。 我哽咽着说, 我不要你了, 陆云, 你好脏, 我不要你了。 陆云当然不肯, 好话说尽, 毒事发尽, 但我知道必须得快刀斩乱麻, 不然等陆云回过未来, 我就很难拿到补偿了。 所以, 无论他怎么央求, 我都没有松口。 我只是不断诉说着这几年来的相互扶持, 伪装一副被伤透了心的模样。 你给他买房子, 我不怪你。 我不要房子, 但你不该转移我们的婚类财产。 我们好聚好散吧, 我不想和你在法庭上见面。 我一边说, 一边落泪, 才发现原来我是个演戏的好手。 离婚吧。 我仰着头, 一副心如死灰的样子。 陆云瘫坐在地上, 最后麻木地在我拟定的协议书上签了字。 吴胡, 三百万到手。 我和陆云领到了离婚证, 陆云或许是出于愧疚心理, 又或许是害怕, 很快地把补偿款打到了我卡里。 看来陆云的私下收入可能比我想的还多, 不过我不打算争取这部分钱财了。 我现在装着对她的不明收入一无所知的样子, 就是为了避免万一将来陆云翻车, 她会拉我下水。 现在我是一个被丈夫背叛的妻子, 拿到的也是离婚的补偿款, 而不是分了一半的房子。 我赌的就是陆云绝对不敢让我公正夫妻双方共同财产。 拿到钱以后, 我飞快地收拾了房子里自己的所有东西, 把曾经生活过的痕迹抹除得一干二净。 我可不想掺和他们两个男人的生活里。 而方薇果然也很快就趁虚而入, 带着孩子搬去和陆云一起住了。 我必须承认, 方薇确实是个有手段的女人。 但私家侦探又查到了不少好东西, 所谓由减入奢益, 由奢入减难。 方薇被大学的富二代男友甩了以后, 她的消费习惯一直难以改回来, 为了维持高消费的生活, 方薇曾经辗转于多个富翁之间。 也就是陆云和她不在同一个城市, 才不知晓方薇在她学校当地的名声已经烂透了。 方薇的眼高手低也为我创造了机会, 她特意地邀请我参加她和陆云的新婚宴。 方薇用一个陌生的号码给我发来短信, 对不起婉婉, 我和阿云实在是情难自己, 我不是有意破坏你们婚姻的。 我们马上要结婚了, 希望能得到你的祝福。 不过是想恶心我一下, 但她既然都出招了, 我也必须得让她们的婚礼更加深入人心, 才不枉费她一番用心良苦。 我精心制作了一段视频, 盛装出席了陆云的婚宴。 离婚已经三个月了, 陆云看着虽然憔悴了些, 但人逢喜事精神爽, 今天的她还是意气风发, 气宇喧昂。 我出现的那一刹, 方薇就挽着陆云向我走来, 一路上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因为陆云的亲友基本都认识我。 方薇也不在乎亲友们的窃窃私语, 她这么多年, 早就修炼出一副厚脸皮了。 方薇脸上挂着胜利者的微笑, 晚晚, 谢谢你的成全, 我和阿云也算修得正果。 还得感谢你愿意到场来送上祝福。 谁说我到场一定是来送上祝福的。 我回忆微笑, 应该的, 我喜欢热闹。 我是来制造更大的热闹的。 陆云的神情里有些哀伤, 我对她迟来的深情视而不见。 陆云就是个自私的人, 她只会觉得没能顺利瞒过我太可惜, 因为我可比方薇能挣钱。 她和方薇结了婚, 以后可就得靠她一个人赚钱养家了。 方母今天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看我们三人不干不尬地说着客套话, 好像陷入僵局, 她立刻走过来拉走了陆云和方薇, 私仪找你们呢, 一会还有几项流程。 我举杯示意他们自便, 就端着酒杯晃悠到了投影仪播放处。 陆云请了她的好兄弟来播放她和方薇之间的爱情之路影片, 却忘记了这位好兄弟是个好久的人, 怎么可能一直替她守着投影仪呢? 我抓住机会更换了等待被播放的影片, 就回到餐桌上等待好戏开场。 到点之后, 肆意喜气洋洋地宣布婚礼开始。 身穿繁复婚纱的方薇一脸羞怯, 从大厅门口款款款而来, 陆云也一脸如愿以偿的满足笑容。 肆意慷慨激昂地宣布, 接下来, 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到屏幕, 一起见证两位新人一路走来的相知相恋。 众人的目光都被吸引到大萤幕上, 我畅快地饮下红酒, 起身离开。 身后哗然一片, 因为屏幕上出现的不是唯美温情的画面, 而是各种原配暴打方薇的过程, 还指名道姓地进行侮辱。 方薇, 你这个小女婊子, 我招你是来给孩子当家教的, 不是让你来勾引我老公的。 呸! 我要告到你们学校去, 居然教出这么不知羞耻的学生, 甚至包含了曾经被偷拍的, 方薇和各种老男人约会的画面。 人数之多, 年龄跨度之大, 堪称奇观。 我走出很远, 还能听到方薇的尖叫声和思宜尴尬的补救。 阿云, 阿云, 你听我解释。 接下来, 就得看陆云去不去做亲子鉴定了。 没多久, 我果然听说了陆云和方薇闹离婚的事情, 因为那孩子真的不是陆云的。 方薇自己都说不清孩子到底是谁的, 她当时和好几个男人 同时保持着关系。 但当她告知自己怀孕了以后, 大多数的男人都只想让她打掉孩子, 只有陆云这个纯情男孩表现出了惊喜。 她也被感动了, 准备金盆洗手, 以后和陆云好好过日子。 她不是没怀疑过孩子的生父问题, 但陆云和孩子都是必行血, 她才觉得应该不会出意外。 没想到不仅当初的不堪过往被人扒了出来, 连孩子也不是陆云的。 她当然不愿意离婚, 被我这么一闹之后, 她的名声又更臭了一点, 陆云就是她的救命稻草, 她必须抓紧她。 看到事情的进展都在我的预料之中, 我又匿名给陆云的公司发了邮件, 提醒他们自查内鬼。 屋漏偏逢连夜雨, 陆云被离婚仪式闹得焦头烂额的时候, 公司终于是查到了她头上, 她被指控经济犯罪, 要赔偿两千万, 赔不上就会有牢狱之灾。 这回, 方威倒是暗恨自己没有趁早离婚了, 那样至少能分一半房子。 不像现在, 房子被抵押, 还背上了债。 陆云当然还不起, 她不仅为了方威在香榭小区全款买房。 方威登堂入室之后, 还从她那套了不少, 给她远在乡下的父母买房, 买理财产品。 方威胃口大, 陆云也将错就错, 越陷越深, 从一开始地小打小闹, 到后来直接挪用公款。 陆云被指控之后, 她的财产都被密切监控着, 方威就算想卷款跑路也不行。 陆云买下的房子全被抵押拍卖, 也不过还上了公司的一小部分钱款。 我去监狱探访了陆云, 她面容憔悴, 胡子拉叉, 很是狼狈。 看见我, 她就像溺水的人, 看见救命稻草一样, 不顾一切地抓着我的手。 晚晚, 晚晚, 你要救我, 你一定要救我。 我都是被方威那个女人骗了, 我淡定地扶开她的手。 陆云, 认识了这么多年, 你怎么好像一点也不了解我? 我像是被你随便哄一哄, 就会心软地傻女人吗? 陆云眸光微闪, 突然恍然大悟一样大叫道, 是你, 都是你。 我咯咯一笑, 是我什么? 是我背着配偶跟高中白月光, 不明不白? 是我挪用公司钱款? 还是我游走在多个男人之间, 最后找个老实人接盘? 陆云, 指责我之前, 你得有证据。 就算陆云知道了, 是我策划的这一切, 又怎么样? 罪行是他犯下的, 证据确凿, 陆云已经在无翻身的可能。 陆云锒铛入狱, 负债累累。 而我拿着陆云给的赔偿款, 和这几年自己努力工作存下的工资, 开始了创业。 虽然夫妻一场, 但我将会和他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我将成为他再也无法企及的真正月光。 陆云, 人都应该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 我淡然离开, 不再听身后陆云的愤怒咆哮。 而方薇, 仍然顶着他苦心孤义求来的陆太太称谓。 他想着芙蓉欺贵, 直接找功成名就的男人, 却没想过一损俱损。 陆云其身不正, 他也终于沦为失信人。 他倒是还想再找男人做依靠, 孩子也被丢给了父母, 避免影响自己掉凯子。 可惜, 那场婚礼上的动静闹得太大, 没人愿意招惹他。 而他已经习惯了做兔私子, 完全没有离开男人独立生存的能力, 只能流连于酒吧等场所。 我在听到他消息的时候, 他已经染上了不干净的疾病。 闺蜜是个热爱吃瓜的人, 他兴高采烈地跟我分享, 渣男贱女, 活该。 现在他们高中同学全都知道了, 方薇也算是再次在班级里火了一把。 不过方薇真厉害呀, 查出来以后, 好多人去医院检查, 是医院那几天生意火爆。 我最近的心思全放在刚起步的公司上, 压根没空考虑他们, 而且他们的现状也都与我无关了。 我看着天边缓缓升起的朝阳, 修剪着前几天刚种下的兰花, 只是浅浅一笑。 是啊, 自作自受。 方薇和陆云都是自作自受。 闺蜜认同点头, 又满脸八卦地问我, 你们公司哪个跳槽来的? 嗯, 是你学长。 我愣了一下, 突然笑了。 哈哈, 对, 是我学长。 学长确实有追求我的意思, 但我现在不在乎男人有多好。 我只要做好自己, 成就自己。 男人什么的, 只能随缘咯。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